现时去看海螺水泥 日线图一路破顶的状况 但如果从月线图看 其实现在的股价都是回到今年5月的水平 未曾去到1、2月那些比较强势的位置 2月的股价曾去过53元或以上 所以相对来说现在48元对应53元 仍有大概1成左右的上升空间 如果到第四季的时候 可能再有陆续一些基建消息出台 最主要来说都是国策方面的参考 所以对于股价来说有机会挑战56元 甚或是58元这些位置 所以现价来说都可以去吸纳 当然如果对于一些稍为谨慎的投资者来看 会不会去回一回 大回的机会就未必会很大 某程度上有没有机会 介乎45到46元之间的位置都可以考虑吸纳 例如Thomas看到56元的话 其实也有超过两成的升幅 现水平吸纳的话 大家可以参考着 多 Motion 中文字幕订阅 通过 政策 它是自着好 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